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和他的太太陈佩琪 在立伟林义军陪同之下走进花莲的传统市场 除了慰问在地摊乡及民众 也提前送上一朵康乃馨 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与太太陈佩琪 事后上午在立法委员陈义军的陪同下 来到了花莲市重庆市场 吸引不少民众团团包围 争相合照 不难看出柯主席的超高人气 4月份花莲历经多起强症 目前除了在传统市场外 许多大楼家户也都陆续在进行灾后的整件工作 民众党这一趟除了要慰问在地摊乡及民众 也提前送上一朵康乃馨 要预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因为0403地震这次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柯主席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视的 他今天特别抽空下来 然后来看一下花莲这边有什么需要的 还有我们也走了一些行程 然后看听听人民的声音 听听花莲人的声音 看花莲人有什么需要的 然后我们可以在中央那边 还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的 我们就会尽量协助 然后来争取 强症后百叶萧条为了听取在地新声 民众党走进传统市场进入基层 也邀及受灾户及小草们近距离会谈 希望能将问题会整后 在有限的资源当中全力相助 记者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